第三百三十七掌 卓裕 夏 打开房门 客厅里的灯已经熄灭了 庄瑞站在二楼看到 茶几上的两块翡翠还摆在那里 只是罗姜已经没有坐在沙发上了 可能也是去睡觉了吧 庄瑞记得昨个半夜起来的时候 罗姜还在那里忙活着呢 啊 庄瑞走下楼梯 才发现沙发上躺着一个人 手里还抓着只铅笔 不是罗姜还是谁呀 庄瑞苦笑了一下 这人还真是疯狂 估计是实在撑不住才睡着了 庄瑞走到房间里面 拿出一张毛毯 给罗姜盖在了身上 这房间里虽然一直都保持着二十七度的恒温 不过睡着了还是会受凉的 老板 我睡着了 就在庄瑞把毛毯盖到罗姜身上的时候 罗姜忽然张开眼睛醒了过来 去房间先休息一下吧 一楼第二个房间就是给你准备的 这一个月的时间还长 不用这么拼命的 庄瑞看到罗姜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也就收回了毛毯 只是罗姜现在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轰通通的有些吓人 没事 都习惯了 以前为了赶个工 三天都没合眼 现在岁数大了点 熬一夜居然睡着了 老板 有什么吃的吗 人没事 可这肚子有些受不了了 听罗姜这么一说 庄瑞也感觉有些饿了 等不及打电话叫餐了 干脆自己到厨房里烧开水煮了几袋方便面 又往里面打了两个鸡蛋 分别乘到两个海碗里面端了出去 庄瑞三下五出二的吃完方便面之后 拿起了散落在沙发上的图纸 要说这罗姜的绘画基础还真是不错 用铅笔在上面所画的素描极为逼真 图纸上的预料造型除了颜色不同之外 大小形状和摆在茶几上的那两块完全一样 最让庄瑞吃惊的是 这手镯样式居然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一般 中规中矩 反正要是庄瑞去画 圆形保证会被他画成椭圆形的 罗师傅 这图纸上的手镯大小好像都不一样呀 细看之下 庄瑞发现了一点问题 在手上的这张图纸上 画着五幅镯子 不过只有两幅镯子大小相同 而另外三幅 却是逐个的小了一点 如果不是画在一张纸上面 庄瑞还真是看不出来 是不一样呀 这块料子最多只能掏出五幅镯子来 剩下的还能做些小挂件和耳环之类的饰品 罗姜吃完面后 精神了许多 眼睛又放在了毛料上 这次他观察的是那块冰种料子了 我看店里所卖的镯子 大小好像都差不多呀 庄瑞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就后悔了 人的手有大有小 制作出来的手镯自然也是大小不一了 自己这问题有点白失了 果然 罗姜把视线从冰种料子上移开了 奇怪的看了庄瑞一眼 说道 看上去是差不多 不过拿在一起比较一下 大小还是不同的 手镯的规格大小分为很多种 一般手镯内圈周长为157到163毫米的 手镯的内镜就是50到52毫米 这种是比较小的 现在店里出售的大多都是内圈周长为182到191毫米 内镜为58到61毫米 或者是61毫米以上内镜的镯子 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人群 罗姜虽然奇怪 周瑞身为玉器鉴定专家 还不了解这些基础知识 不过他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毛料上面 随口解答完之后 又把目光放回了茶几上的翡翠上面 并顺手拿起了画板 想必又要设计冰种料子的图样了 庄瑞听得是一脑袋刮黑鞋 他哪知道手朵的这些规格分类呀 在听完罗姜的解释之后 有些心虚的站起身来 去收拾碗筷了 这一天 罗姜依然没有动手夺狱 而是一直坐在那里设计着图样 庄瑞自然就负责后勤保障了 打电话叫外卖这些事情 都归他干了 这段时间 庄瑞一直都很忙 现在空闲了下来 就把孟教授给他的复习资料 认真地温习了一下 明年一月就要出考了 庄瑞可不想 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直到晚上十点多 罗姜的设计工作 才算是全部完成了 两块预料的图样 全部都画了出来 按照罗姜的说法 镯子和挂件 是属于雕工相对简单的 而且这两块料子的颜色都很均匀 不需要费心地去将其中最美的质色表现出来 所以进度快了许多 不过要是换成一个摆件的话 那恐怕单是造型 就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去设计和修改了 庄瑞看了一下 那块冰种料子 足足可以掏出三十多幅桌子来 剩下的挂件耳环之类的小物件 用桌子中间剩下的预料 更是可以雕桌出七八十件来 在罗姜的图纸上 都已经画出了样式 只是有些挂件和耳环 是需要薄金和黄金镶嵌的 罗姜单独画出一些项链的款式 和需要镶嵌处的尺寸 交给了庄瑞 让他明天去找吴家定制 虽然数量不少 足足有三四十件 不过这些金属制品 大多都是有现成的模具的 做起来很快 等到罗姜卓裕完工的时候 基本上也能做好了 做好这些事情之后 罗姜没有强撑着 马上开始着玉 而是回到自己房间里 呼呼大睡了一觉 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才齐身准备动手解释着玉 这些整块的毛粮 他必须先按照图样所画的 将其分解开来 才能开始雕琢 在分解预料之前 罗姜端了一盆水在车库里 很仔细的足足洗了好几分钟 才用毛巾擦拭干净 将那块冰种料子 放到了一台卓裕机上 他这是想先热下手 不敢上来就分解那块 七瓶翡翠 庄瑞看过这台卓裕机的说明书 知道这是玉器加工制作过程中 使用最重要的机器设备 其主要有机身 传动轴和磨头等组成 由电动机传动 速度可以调节 工具安装于主轴上 现在罗姜正在用安装在主轴上的侧陀 也就是小型的圆形具 沿着它在那块冰种料子上 所画的粗绘线路 将那些黑线以外的预料 从整块料子上分解出来 大的有拇指大小 小的却是细碎如豆粒 显然只能作为废料处理了 这在卓裕的过程之中 也是难免的 这个叫做赞坨 主要是用于储陪 以及根据托儿的深度 进一步暂去无用的部分 罗姜见庄瑞看得用心 在用厕陀 消去一些多余的预料之后 又换了一个工具 并顺口给身边的庄瑞解释着 随着罗姜的讲解 他手上也在不停地变换着工具 用于悬碗的碗陀 磨出大样的磨陀 用平面还可以顶撞 向里面掏夜的钉坨 在罗姜的手上 如同穿花一般 更换的速度 看得庄瑞眼花缭乱 根本就分不清楚 那种工具是什么功用了 这些造型古怪 作用复杂的工具 在罗姜的手上 像是有了灵性似的 来回穿梭在罗姜的手心 和预料之间 庄瑞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一丁点门道都看不出来 那句老话说的果然没错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庄老板现在所能起到的作用 不外乎就是递个茶水毛巾之类的 有了先进的设备 加上罗姜精湛的工艺 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第一个兵种红匪手镯 就出现在了庄瑞的面前 不过现在这个镯子还只是一个粗胚 圆形的外表上 到处都是不规则的棋手碎玉 需要用冲坨和磨坨 把余料研磨掉才行 这个工艺倒是很快 七八分钟之后 已经变得十分光滑的镯色 落在了庄瑞的手心里 只是颜色略显暗淡 按照罗姜的介绍 现在这镯子还是个胚子 后面还要进行钩 撤 椰 顶状等工艺 最后经过抛光之后 才算是成品 如果雕琢挂件 那工艺就更加复杂了 为了使其行转 规矩 利落 流畅 还要进行如叠蛙 翻卷 把一些挂件上的花瓣 人物一边 做得漂 打孔 镂空 活换链等工艺 不过罗姜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所有的手镯粗胚制作出来 后面的加工抛光统一进行 所以 在归拢了一下散落在地上的碎料之后 罗姜又开始了第二只镯子的分解工作 庄瑞在见到了第二只病种红匪镯子问世之后 发现自己从这里面 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干脆转身拿了本书 到园子里的凉厅里面看书去了 以后的几天 庄瑞除了用电话和外面联系之外 几乎是足不出户 每天吃饭也都是叫外卖送来 庄民开始几天 经常来别墅做顿饭 不过赵国栋这段时间很忙 他需要两边跑 在庄瑞劝了几次之后 也是很少来别墅这边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罗姜终于是完成了手镯的粗配制作 数十只光泽稍显暗淡的手镯 整齐的摆放在车库内 一张铺着白绒布的桌子上面 三十八掌 抛光 三十六只兵种红匪镯子 五只血玉手镯 整整齐齐的摆放在桌子上 那洁白的绒布上 红白相间 犹如朵朵玫瑰怒放盛开 煞是美丽 只是这些镯子的光泽 都还略显暗淡 包括那几副血玉手镯 也是光泽内敛 俗话说 玉不灼不成细 这些已经灼成了气形的手镯 还缺少最后一道工序 抛光 等这道工序完成之后 这些极品翡翠打磨出来的手镯 才会真正释放出属于它们的光彩 可以说 抛光也是玉气成型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主要指的是 把玉气表面磨细 使之光滑明亮 更加具有美感 否则 再漂亮的翡翠 没有经过抛光 也是点半成品 抛光的工序分为三道 首先是去粗磨细 即用抛光工具除去表面的操面 把表面磨得很细 其次是照亮 即用抛光粉磨亮 再次是清洗 即用专业的熔液 把镯子上的污垢清洗掉 最后是过油 上蜡 以增加手镯的亮度和光洁度 对于一些玉气摆件而言 设计造型和雕镯 无疑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形状单一的手镯来说 抛光的步骤 就更加重要一些 耗费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罗师傅 这些镯子一个个的去抛光 太费事了吧 钟瑞看着摆了一桌子的镯子 高兴之余又有些头疼 你不是买了抛光机了吗 而且我看那款还是型号最好的 用那东西抛光速度很快的 就是玉气的清洗 那机器都能用 罗江说这话 把车库一脚的一个未拆封的纸箱搬了出来 拆开箱子后 从里面爆出了个有点像垃圾桶似的金属物体出来 这玩意儿就是抛光机 钟瑞有些喊言了 乌老爷子给他开出的单子 他只是看了一下价格 对于自己购买了什么机器 还真是不了解 没错 这款是最新的 不然可以自动吸尘 还有震动的作用 并且里面还有超声波清洗的功能 过油上蜡都可以用烘香进行的 要不是师傅说你这装备齐全 一个月的时间打着出这么多的物件 这活我怎么敢接呢 罗江一边笑着和庄瑞说着话 一边插上了抛光机的电源 打开了那个铜盖 这个新型抛光机可以适用于很多类型的玉器 庄瑞不知道 一般的抛光机价格都在千元左右 而他的这台 是花费了一万四千多买来的 功能要强大了许多 吴老爷子知道庄瑞不差钱 单子上开出的卓裕机器都是最好的 罗江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副手镯 穿入到抛光机内 一个毛茸茸的圆柱形的突起屋上 然后拿起抛光机配置的棉垫垫在上面 又放了一个镯子上去 直到穿入了五副镯子 罗江才停下了手 把自带的抛光粉 均匀的撒在里面 盖上了铜盖 这样就行了 这么简单的活 自己也能干呢 庄瑞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第一次有了存在感 嗯 五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设备可真先进啊 我在当学徒那话 全部都是手动抛光 拿着粗布沾着脸抛光粉 一天大晚不停的打磨预剑 那么辛苦 还没有这抛光机出来的效果好 罗江有些感触 似乎想到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哭笑了一下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已经让许多手工艺人们 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工艺 不说抛光清洗上蜡了 就连雕刻 现在许多工厂 都是用电脑微雕 传统手工艺人们的生存空间 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不过一个好的作品 是倾注了作者心血的 高手大师们 手工雕琢出来的物件 都带有一种 无法言语的灵性 那是电脑微雕 所不能比拟的 现代社会 人们的审美观在不断的提高 而出自大家之手的雕工玉器 也越来越受到一些 特定客户群的追捧 如此 就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态势 大师的作品价格越来越高 而普通艺人们的作品 却是少人问津 这种情况 也让卓裕行当里的传承 有些难以为继了 南方扬州宫还好 数百年的传承有序 后继人才还在不断的涌出 但是北方宫的精索 就基本上快要断了传承了 这也是让古老爷子 感到很苦恼和困扰的一件事情 罗江在把镯子 放入到抛光机里面之后 按下了电源开关 就忙着去雕琢那些挂件 和耳环之类的小物件去了 这些东西的材料 都是从镯子里面掏出来剩下的 数量不少 除了一些散碎的 实在不能雕琢的浴蟹之外 其余的都被罗江归拢在了一起 挂件的雕琢 要比镯子复杂了许多 卓裕师傅水平的高低 在这里就要完全被体现出来了 罗江的经验很丰富 基本上在一块碎料上绘制出图案之后 马上就可以开动卓裕机雕琢 那双粗糙的大手 在此时显得异常灵活 庄瑞只看到 他拿着预料 在卓裕机的威形金刚钻头上 摆动了一会儿 一个大度笑口的弥勒佛形象 就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庄瑞眼前 不过同手桌一样 这些只是粗培 还要在细微处仔细的琢磨 才能拿去抛光 即使如此 已经让庄瑞看得大呼过瘾了 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在罗江雕琢挂件的情况下 过得很快 随着抛光机发出了警报声 那几副玉镯的抛光工序 就算是完成了 打开抛光机的盖子 罗江把最上面的一副镯子拿出来 在背对光线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点了点头 随手递给了庄瑞 这是冰种料子打磨出来的镯子 虽然没有玻璃种红肥那样 晶莹剔透 但也不是繁品 经过抛光后的镯子表面 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对着灯光看去 那犹如果冻般的镯子内 隐隐似有潺沉溪水在流动 向外散发出一种 动人心魄的荧光溢彩 罗江看到庄瑞那迷醉的样子 笑着说道 光泽度还不够 要在背光的地方能透出色彩来 那才算是大功告成了 哦 拜托罗师傅了 庄瑞对卓裕的进度 和已经制作出来的物件 很是满意 心里在想着 是不是给罗江提高点工钱了 别的不说 就现在他拿在手上的这副镯子 如果在珠宝店出手的话 没有百万 别想拿走 翡翠上的红色是因自身作用而形成的 而且只是表皮的翡翠颜色 这种特性决定了带红皮的翡翠子料 其厚道能做手镯的十分少见 所以全红色翡翠或者全黄色翡翠的手镯是十分难得的 常见者只有一部分是红色 但是只要红色显得鲜艳 而肿又比较透 它们的价值会很高的 全红色的翡翠手镯 市面上应当极为少见 常见的红色翡翠 都为棕红色或暗红色 使人有暗暗悠悠的感觉 厚实而不通透 预纸偏粗 多带杂质 价值不高 而当红肥的品质能达到冰种的时候 也就可以算得上是小极品了 其市场价格要比冰种飘花绿翡翠都要高出许多 比之杨绿的冰种料子也是不惶多让的 至于玻璃种的红肥 那更是传说中的存在了 比之帝王绿还要稀少 在市场上根本就见不到 可谓是有价无市 偶尔才能在一些拍卖会上惊鸿一些 庄睿本想等那几个上腊的红肥镯子从烘香出来后第一时间得见的 只是接到了吴家的电话 说是他定制的首饰盒子 还有那些用于镶嵌的耳环挂件的金银饰品到了 无奈只能驱车趕往石头斩 到了石头斩后 庄睿先是把吴家定制的东西交给他之后 有些好奇的问道 庄睿 你到底让罗叔叔打的什么物件 需要这么多盒子和镶嵌用的金银件呢 这个可不能告诉你 不过一个月之后 我再给你三件镇店之宝 在你们店里摆着卖 庄睿笑了笑 故意卖了个关子 其实在见到那些冰种镯子之后 庄睿当时心里就后悔 答应要给吴老爷子一个惊喜了 别说是玻璃种的红肥 就连冰种的 庄睿现在也舍不得出售了 不过早先话说满了 他还是决定拿出三副冰种的镯子 让吴家的石头斋来代卖 但是这三副镯子 庄睿是不会直接出售给石头斋的 而是按照卖出的价格 给予石头斋一定比例的分成 看着庄睿抱着箱子离开了石头斋 吴家气得在后面直跺脚 但是对庄睿所说的镇店之宝 又充满了期待 上次爷爷打磨的那个界面 就在前几天 刚被人以三百八十万买走了 这件事 已经在鹏城的浴室圈子里传开了 如果再能有几件好东西 放在店中摆卖的话 肯定可以进一步提高石头斋的名声 回到别墅之后 庄睿发现 摆在桌子最上面的五副桌子 即使距离很远 也很容易就能和旁边的那些桌子 区分开来 想必就是已经完工的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